各位觀眾 歡迎收看進口頻道 今天是2021年的3月14號 我們在1月23號的時候 曾經拍過這個洪峰駕駕影片 影片連結放右上角給各位參考 當時我們在駕接的五個品種 每個品種各接兩隻 然後後來一個月後 我們就把它拆開套袋 給大家參考 結果呢 拆開之後呢 最後只有一隻 只看到有一隻 有戳牙 那影片連結我們也放右上角給各位參考 228的時候呢 我們就拆開來呢 就發現有一隻在動 然後其他的都失敗 那到了現在呢 我們從那時候拆開套袋之後呢 到現在呢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個抽牙的情況 然後證明說 我們這個洪峰駕接的一個存活機率的 有多高呢 給大家做參考 我們現在把距離拉近點來看看 好 我們現在呢 從這個角度呢 給大家看一下呢 這一隻擋住了喔 這一隻呢 是之前架接過失敗的 那這個翠星星呢 我們是 兩週前 我們拆開來給各位看的時候呢 感覺已經壓開了洞 那當時呢 在拆開的過程中呢 還不小心稍微動到了這個底部的架接處呢 我們當時一直都想說怕 很怕說 動到那個架接處 結果最後失敗 那經過兩週之後呢 看這個 抽牙的一個狀況呢 看起來是 正常啦 應該是沒問題的 因為它正常已經抽葉子 沒有問題 那一樣呢 老規矩呢 我們每次拍的時候呢 都會跟各位介紹呢 這個底下叫做針目 上面叫睡目 針目的位置呢 如果旁邊有抽牙的時候呢 你要把那個牙刷掉 這個有點看不到 往下拍一下 你看到這有牙的地方呢 把它刷掉 不要讓它長 這個牙如果長出來呢 以後日後呢 它會長得太強勢呢 強勢強過這個這一株上面 如果長的牙超過這個脆腥腥的時候呢 這個脆腥腥以後就會慢慢的消失掉 所以不能讓它太強 那我們現在呢 再調整一下位置 我們看一下 這個脆腥腥的一個生長狀況 這個脆腥腥呢 看起來目前長的是OK 沒問題 當時呢 我們當初在拆的時候呢 這個位置呢 是不是有發霉 而且呢 當時呢 我們是不是直接把套袋呢 直接解開 解開兩周後呢 就沒有問題 那有的老手呢 他在接這個架接的過程中呢 會告訴你是用袋子套袋的方式 沒有關係 都可以 沒有問題 那有些人呢 他說 他會建議說 架接的過程中 如果這個葉子剛抽起來的時候呢 假設他頂到了那個套袋 他建議套袋稍微先剪 斜斜的剪一個小角 不要馬上把套袋整個拿掉 那會有些人會有這種建議 這種建議呢 其實也不是不可 那我們一直跟各位講說 那我們一直在拍影片的過程中呢 我都會直接把那個套袋 直接拿掉給各位看 把這個架接膜拆掉 直接拆給各位看 那為什麼我敢這麼做 主要的原因 就是這個架接處 我們這個架接處 你要確定 他是已經癒合的情況下 你這樣拆呢 都沒有什麼問題 今天呢 如果他已經癒合了 你把套袋整個拿掉呢 他都不會有事 以前呢 我們也曾拍過茶花的影片 那影片連結 我們也放右上角 給各位參考 我們一直都跟各位講說 就算茶花也一樣 只要抽出袋子的時候 袋子全部剪開 套袋都沒有問題 那不是 那真正的問題 原因就是 出在你的傷口 有沒有癒合完整 只要癒合完整 水分過得去的話 他自然而然 他就會抽高 很正常的抽 都不用擔心 那有些人擔心的就是 跟你講說 叫你 叫袋子上 假設有個套袋 先把袋子剪一個切口 然後透透氣 然後過了一兩週後 再把他套袋整個拿掉 那這種情況呢 也不是說不可以 那我們都是一直跟各位強調一件事 最主要就是 你有有沒有過水 今天 我今天把套袋剪掉 你只要這個水分沒過 癒合處 癒合的地方 傷口的地方 沒有癒合 就算你把袋口剪掉 他也是一樣 假接會失敗 這是這個道理 其實不管你假接什麼植物 都一樣 只要你有辦法判斷這個 傷口處有癒合 基本上 套袋拿掉 都OK的 因為我們當時在假接的時候 就跟各位講說 紅風假接最快的癒合時間是兩週 那我們當時一個月後就拆掉了 而且他動牙 我就拆了 所以呢 就OK 就沒有問題 而且我們都一直跟各位強調說 紅風有他的一個假接時間點 那影片連結我們也放右上角 給各位參考 這假接時間點呢 其實在很多很多的植物 都有這種特性 但是這個時間呢 並不是指幾月幾月幾月 而是指說 這個植物啊 什麼時候開始抽牙 然後往前推一個月呢 是這個叫黃金假接時間 黃金的假接點 那我們現在呢 除了這個套袋的一個問題呢 我們還 是不是還有下面這個 解開套袋 解開這個假接膜之後 這上面是不是有發霉 很多朋友 都一直認為發霉會影響 會造成這個 怎麼講 這個假接呢 失敗 其實呢 發霉呢 並不是造成紅風假接失敗的主因 我們都一直講說 假接的過程中 都像這樣子 你們看我們之前拍的影片 都跟各位講 像這個 這也發霉 這個也發霉 假接的五個品種呢 全部都發霉 我會發霉 我相信別人也會發霉 當然啊 有些花油呢 它會使用噴一些殺菌劑 在交接處直接噴一個殺菌劑 噴下去 避免它發霉 也是ok的 那我們呢 通常都是直接呢 因為我個人是不喜歡噴這種東西 就直接接上去 會過就會過 不會過就不會過 那你如果專業的人的話 專業人士 就是它為了要避免它減少它失敗率的話 理論上它應該會噴殺菌劑 我個人是不會用這些東西 所以呢 我們在假期的過程中 都直接操作給你看 然後呢 也告訴你說這個如果發霉的時候呢 你要怎麼處理 我說套袋解開來嘛 你看就沒事 你看 對不對 上週看的時候 這邊傷口處呢 滿滿的都是霉菌 套袋解開之後呢 你看各位 是不是正常的在抽牙 對不對 當然啦 各位如果你是一些 想要假接的朋友 你都可以參考參考 你知道 尤其是紅蜂啦 紅蜂算是一個不好接的植物 像梅花也是 還有龍眼 這都是屬於不好接的植物 那最難接的植物呢 就是像 芭樂 楊梅 像芭樂的話 哇芭樂 我只有 牙接成功過一次而已 影片連結放右上角給各位參考 芭樂 楊梅 這幾個是我碰過 最難接的 其他的有些我還不清楚啦 因為我 我只喜歡接我自己 我認為我喜歡的植物我去接它 其他的呢 我就不會想要去動它 當然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自己去參考 前面的一些架接的方式模式 去試著架接看看 但是我不保證說 一定會成功 因為有些植物 它原本就是很難接 很難接的情況下呢 你硬是要接上去呢 就 無法保證它的成功存活率 那現在呢 你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是 脆腥腥 這個脆腥腥的顏色呢 看起來是比這個 我們看一下 旁邊這個 旁邊這個清風 有沒有 清風的嫩葉呢 長這個樣子 脆腥腥 看起來顏色呢 比較深 但是比紅腥腥的顏色 稍微淺色一點 也許是因為我這邊有曬到太陽 因為我這邊呢 下午的時候這邊有曬到太陽 也許是曬到太陽 開始變色也有可能 感覺它的顏色呢 鮮紅度沒有像紅猩猩 沒有像粗猩猩這麼紅 這個是脆猩猩 沒有像粗猩猩這麼紅 給大家參考 我們把距離再拉近一點 讓你看一下 這個鮮紅度 那我們現在是用相機的一個原色 再處理 看一下 對焦 現在的這個是相機的一個原色 露眼上看上去呢 也差不多是這個顏色 完全沒做修改 沒有做修圖 有些人拍照呢 為了讓它先紅呢 直接把那個 顏色改掉呢 就會看起來紅紅的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脆猩猩 OK 好 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帶各位來看一下 我們之前 架接過 從架接 我們當時呢 就是拍1月23號拍的時候 就是說 想說 介紹說 我們架接大概多久時候會成功 這一批呢 我們就看它是一個月 因為我們一個月後呢 才看到它牙開始動 因為我通常動牙的時候呢 我就可以保證說 也不算是保證啦 我憑我個人經驗啦 就是說 這個套袋已經差不多可以解開了 它牙動 動的正常的時候 就表示說 這個傷口呢 已經開始要癒合了 它才會動 不然的話 通常大部分都是從旁邊的 就直接 枯死 從最底端呢 就開始乾枯乾枯 然後整株的就枯掉 像這個脆猩猩旁邊的這個呢 這個 這個也失敗 這一個 這旁邊這隻也乾掉了 只有這一株 所以呢 這一株呢 其實看起來呢 已經算 我們上週呢 還很脆弱 現在呢 理論上這邊 傷口的癒合呢 應該很明顯 但是呢 我們還是盡量不要動它 等它大一點的時候呢 長大長大 枝變粗的時候呢 傷口飄的樣子的時候呢 你才可以 建議才把它拆掉 甚至一年後你再拆也沒關係啦 一年後 那我今天影片就介紹到這邊 各位有興趣的朋友呢 參考以上的說法 去嫁接 然後去處理就可以了 感謝收看 再會